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这样一位啊 我们的嘉宾就是我们相声界的大工匠 那提到这位嘉宾 我觉得英俊哥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我觉得如果说他是工匠的话呢 首先他是一个车工匠 就什么样的作品到他那都能给打磨圆了 还有他不光是一个车工 他还是一位前工 还是一个就是手工艺者 就是他这个精雕细刻呀每一个作品 而且他还是一位保全工 太全了 就是哪位的作品拿到他那准没错 能给你找出毛病来 那我们今天请来的到底是谁呢 我们掌声有请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江坤老师 有请 朋友们大家好 您好 刚才我听说你们还介绍了我一下 你们两个人怎么把历史搞得这么清楚啊 因为你们说了这么多工种 一样都没说对 我既不是车工也不是前工 我也不是保全工也不是维修工 那您是 我的技术标准是农工 农工 农业工人一级农工 一级农工是一个最高的 是最低的 好 刚刚啊我们聊到这工匠精神啊 您心目当中您觉得工匠精神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我个人感觉到现在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有了今天的繁荣 都离不开无数的工匠 用他们自己的心血为这社会打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精品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没错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工匠精神就是我们社会各个行业精品的制造者 我觉得英俊哥把您跟工匠精神联系在一起 嗯 嗯 江先生其实我觉得就不是人 哎哎哎 他呢反正 什么嘴反正是不是就是 对对对对 我先这样 我这样我我我我拿出一个证据好不好 我拿出我的证据证明江先生真是 哦哎我觉得这还真是 我我我他在证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回想起来 你再去找它的时候 那确实要经过千辛万苦 而且因为当你岁数大的时候 能够有资本 去回忆过往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每一次搜集 或者每一次珍藏 都是一次最宝贵的 这样一种财富 那江老师 您今天取得这样的艺术成就 您觉得天赋 幸运 努力 这几样您觉得哪样是最关键的 我的机遇比较好 机遇比较好 我碰上一个比较好的时候 在我们的这一个时代当中呢 你看你写出了所有的作品 一下子会被全国的观众所认识 那么这样说 就把你的起点弄得非常高 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起点上 要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 不断超越自己 确实啊 现在超越江先生 还有一个捷径啊 就把江先生这几本拿回家去 找哪个段 看江先生现在记忆已经模糊了 我还带他抄一下 但是这是开玩笑 但是今天我们的青年演员 其实啊 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有很多的年轻演员 带来了他们的作品 我们今天这期聊的是工匠精神 那江老师 您觉得 我们的年轻演员 如果他们写工匠精神 这样一个题材 您觉得从哪方面去写 您会比较满意 我建议他们 就是从老百姓最关心的 我觉得这个工匠精神 实际上就是要 准确地把握我们的传统 尤其是把握在 传统记忆当中的 这种文化内涵 这是非常重要的